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是2018年9月26日的晚上 我再给您分享一个关于Java的视频 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 是这样 是今天准确的说应该是昨天25号 Java 11的最新版本发行了 那么从昨天开始 Java的license最新的协议也更新了 我以前做过一个关于Java license的视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我再做这个视频 借着这个11正式发行 我再给您讲解一下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说2018年9月25日 北京时间是9月26日 Oracle Java SE 11 LTS版正式发行 以前没有这个LTS的概念 从11开始多了一个LTS的概念 好 咱们看一下它的主页 看一下它的官方主页 好 上到这个地方 我打开一下 然后敲入它的官网 没有问题 然后大家注意看这个画面的右边 最新的下载 Java SE 11 这release呢 什么时候是2018年9月25日 没有问题吧 好 咱们点击进入 大家请看 咱们现在可以下载到Java SE 11的LTS的版本 这个全世界的朋友现在都能够下载到 没有问题 OK 好 那咱们接下来再往下看 看一下这个Oracle JDK版本的周期 这个图 我是从网上摘了一张图 大家注意看 这边有两个颜色的条 一个是红色的条 代表的是什么 Oracle JDK 另外一个是叫灰蓝色的条 是OpenJDK 它遵循GPL的协议 也就是说OpenJDK是开源的 同时咱们可以免费的使用 但是注意 有什么问题 咱们大家注意看 红色的条 是Oracle官方的JDK 它支持Support的时间比较长 而相反 这个灰蓝色的条 因为是开源的 所以说它支持时间比较短 几乎半年 咱们就要进行一次手工的升级 非常的麻烦 对不对 实际上不要钱了 对吧 那么好 那么现在我认为 现在有很多公司的项目 用的JDK的版本是JDK8 对吧 那么JDK8 咱们看它支持到什么时候 它支持到2025年的中期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也就是说 咱们不用担心了 咱们就可以直接的 如果说咱们公司 现在用的是JDK8 咱们就可以放心的使用了 对不对 其实不是 其实Oracle从今天开始 就引入了一个收费的概念 叫做Java SE的订阅 我一会儿会看到 我先给您说 大家注意看 咱们现在是18年了 对不对 咱们昨天 或者说今天无所谓 它发布了18LTS的版本 就是现在我鼠标的位置 这个版本 它支持到2026年的中期 比JDK8多了一年 但是它叫LTS版 长约 长约支持版 没有问题 当然说 咱需要订阅它的收费服务的话 才有可能是长约的支持 如果没有的话 LTS版 它只仅仅是给它支持三年 这是咱们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好 讲完这个 然后再说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今后关于Oracle JDK的发行 一般来说 每半年就会要做一个版本的升级 然后每三年会要升级一个LTS的版本 非常像咱们的Ubuntu Ubuntu 咱们大家用都知道 有0810 12 14 16 18 20 对吧 Ubuntu是每两年进行一个LTS的大版本的升级 Oracle是每三年进行一个 这是一个稍微不同的地方 好 咱们再往下看 大家注意看 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什么 叫做Java SE Subscription Java SE订阅 也就是说 如果咱们回来 如果咱们选用JDK8 或者说选用JDK18 LTS 想它支持到2025年 或者说2026年的时候 该怎么做 就需要付费 如果不交钱的话 是不能够使用的 像这个JDK8 如果不交钱的话 只能够使用到2019年的1月份 好 那么咱们如果想使用它 该怎么做呢 注意看 先看这个地方 如果咱们想使用订阅服务的话 那么需要每个月支付给Oracle25美金 也不算贵 我看 1比7 稍等 我说了 1比7 1比7和人民币 大概是不到200块钱一个月 一般作为公司来说的话 是可以承受 对不对 作为企业个人 可能会稍微有点费劲 好 那么咱们该怎么办 稍等 在讲怎么办之前 我先给您看一下 以前我给您谈过的 关于JDK的各个版本的支持的情况 咱们看这个地方 咱们现在大多数公司用都是8 对吧 它支持到 注意看 2019年的1月份就结束 对于JDK8的个人版 就是桌面版 它可以支持到2020年的底 12月份 不过咱们一般企业的话 肯定要看这个地方 2019年的1月份就终止 所以说咱们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 那么咱们该怎么做 往下看 这就是收费的项目了 如果说咱们交钱收费的话 大家请看 有个叫做扩展支持 直到什么时候 如果咱们还用8的话 如果是进入它的收费项目 那么会给咱们支持到 大家注意看 2025年的5月份 Match 3月份 不是5月份 May是5月份 英文还得加油 2025年的3月份 换句话 咱们只要花钱 就能够再使用它 6-7年 没有问题吧 那么如果咱们用最新的 正是热乎了 昨天刚刚发行的 这个Jama11 或者说是18.9LTS版 如果咱们是加入它的收费用户的话 会支持到2026年的9月份 没有问题吧 好 这就是它这个GDK使用的时间 然后咱们再往上走 看什么地方 看这地方 大家注意看 我鼠标这个地方 Java SE的订阅 也就是说 咱们只有加入到它里面去 加入到这个服务的里面去 咱们才能够去使用 好吧 这个地方大家要引起注意 OK 那么Oracle从今天开始 不能说从今天 从明年的1月份开始 正式收费 咱们现在是9月份 9 10 11 12 还有4个月 或者说3个月多一点的准备时间 然后咱们就准备说 我们公司是不是就是说 Java要放弃 咱们要用Ruby 用PSP 还是说继续用Java 该怎么做 我就要谈一谈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们该怎么办呢 如果说您的公司用的是 JavaJDK8的版本 那么还想用它 那么怎么办 那么就加入到 它的收费的订阅服务 一个月支付25美金 那么您可以使用到 2025年的3月份 对不对 或者说 咱们JDK8 毕竟还比较老 这是几年前 5年前的版本 咱们把咱们公司上JDK8 更新为JDK11 没有问题 但JDK11虽然是LTS 但是它也需要加入到订阅服务 才能够进行升级 比如说安全包的升级 比如功能的增加 对吧 前两项 不管咱们用哪一项 咱们必须都要加入到 Oracle的收费订阅用户里面去 每月支付25美金 OK 有朋友说我们公司小 我们不想为这个框架 为Java再付钱 那么怎么办 那么我推荐您使用这个OpenJDK OpenJDK我刚才跟您说过了 它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升级 您要做好这个准备 目前我得到的情报是 我得到的信息是 OpenJDK还没有LTS的支持 也许今后会有 也许明年会有 但是现在我还没有看到 如果它有LTS的话 我觉得它可能也要收费 因为这OpenJDK的后台 也是这个Oracle 在后面支撑 对不对 好 那么咱们既然说到OpenJDK 我就给您看一下 这OpenJDK的网站 大家跟我一块看 叫做JDK. 应该是Java.net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OK 大家注意看 这个网址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OpenJDK的官网 然后注意看这个地方 Ready for use JDK11 也就是说 昨天Oracle的JDK11 放出了最新的版本 同时OpenJDK也放出 他们俩是在同一天 也就是说 后台 大家可以注意看这个地方 后台都是Oracle的支撑 好 咱们点击进入 大家请看 这个我看能不能给扩大一些 大家请看 JDK11的JA版 稳定版本 已经release 然后咱们需要在这个地方下载 它提供的是 Linux Mac Windows 都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点击 就可以直接下载 这个下载的size 我今天比较了一下 这个是187兆 如果是Oracle官方的11 大概是175兆 好像是 我说的是Linux版本 大小其实还真的就差不多 有公司的朋友说 我们公司不想用这个收费的 那您可以去到这个网址 去下载一下 它的OpenJDK11的版本 看看和您的公司系统是不是兼容 如果兼容的话 可以暂时先用这个版本 不过作为这个商业 或者说作为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公司来说 如果您公司还想继续继续使用Java的话 我呢 推荐您是做它的收费用户 因为我们公司现在也是在用Java的JDK 用的是8 我们是从这个6升级上来的 先是6 后来是7 再是8 都没问题 然后今天 我说一下今天 今天不是有这个OpenJDK11了吗 我今天早晨就下载一下 然后把这个JDK11部署到我们的公司 这个开发服务器上去 不说到开发服务器之后 一login马上就报错 为什么 因为少了一个class 因为它的类包类class名都变了 少了叫了什么一个base64编码的class 变到别的包里去了 整个名空间都变了 所以说 如果您公司想从JDK8升级到JDK11的话 内部还要做很多的测试 甚至说要写很多的测试代码才行 这是我给您的一个建议 供您参照 以后我会不定期的来监视OpenJDK 包括JDK的升级的信息 同时做视频分享给您 也希望您至于关注我的视频 好 那这个关于OracleJDK11的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接下来的视频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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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